山体被剧烈冲击破坏 导致的严重震动 令山上无数防舍轰然倒塌 躲避不及的凤神教教众 惨呼之声此起彼伏 响成一片 附近前来观战的修炼者 未得许可 无法进入醋水山范围 反而逃过一劫 那是什么呀 他们原本以为 这惊人的动静 是因为两个十八瓶五圣 激战弄出来的 可是定睛一看 却发现似乎不是那么回事 醋水山顶上 突然多了一个 长达十数丈的巨大金色身影 那个身影在山顶上 盘旋扭摆 看着似乎是一条巨马 将如恋与炎帝 驻云飞等 因为反应及时 并未受到冲击 将如恋甚至顺手 救了自己的徒弟 欲擒悠悠 但是他们心中的 惊骇沉重 几乎无法用言语形容 将如恋一手 解开擒悠悠身上的 所有禁止 对他与 虚光圣子急声道 马上离开 此地十分危险 眼前这条突然出现的 古怪金色巨蟒 非常不好对付 甚至将如恋觉得 他与炎帝联手 也不见得有取胜的希望 秦幽幽与虚光圣子 虽然不晓得 眼前这只巨大的妖兽 是什么来历 不过也明白 自己留在这里 一点用处都没有 反而会成为 将如恋与炎帝的累赘 所以两人一句废话都不说 转身出尽全力 往山下狂奔 秦幽幽的修为 被禁止多日 刚刚恢复 动作反应 比平日慢了好几倍 眼看着虚光圣子一闪身 人已经在十丈之外 秦幽幽却连一半的距离都没有 他根本不敢回头去看 只拼命往前飞奔 忽然手臂一紧 整个人的速度 被带快了许多 他侧头一看 却是已经跑了出去的 旭光圣子 不知何时 又绕了回来 拖着他 带他逃跑 在这种生死关头 这个家伙 竟然不顾危险 回过头来 带他这个累赘 秦幽幽一时 都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古神猛然冲出地宫 破土而出 明亮的阳光 让他有好一阵子 无法适应 他甩了甩脑袋 用力眨眨眼睛 不怀好意地 望向下方的江如链 与炎帝两人 不错 不错 果然是两个十八平五生 古神医森森地怪笑起来 这两个人 既然到了他的面前 就绝对跑不掉 只要吃了他们 他就可以吸尽 他们的真气精血 全面激发体内的天龙血脉 让他脱胎换骨 化身天龙呢 你是古神 江如链一来确实心存怀疑 二来也是想拖延时间 尽量让两个小的逃出生天 你眼光不错 既然知道是我 你们还是乖乖就饭 我让你们死得痛快一些 我正需要两个十八平五生的血肉献祭 古神得意洋洋的一甩长尾 卷起的进风锋利如刀 直直披向秦悠悠与续光圣子二人 他并不是特意针对他们 在他看来 秦悠悠与续光圣子 连被他吃的资格都没有 他这么做 不过是想随便发泄一下 在地底多年积累下来的力气 但对于续光圣子与秦悠悠而言 却是灭顶之灾 将如炼与炎帝感觉到进风方向所指 不约而同全力出掌 积向古神的肠尾 希望将他的尽力撞偏一些 好救下他们二人 两人足以排山倒海的距离 打击在金色巨蟒的尾巴之上 只是发出两声闷响 不但没有对巨蟒造成丝毫损伤 反而是他们两个 被一股强大的巨力 一下子撞得倒飞出去 他们的攻击 竟被西树反弹回来 这是什么见鬼的可怕妖术 眼看着那道可怕的进风 只是微微蹲了蹲 方向稍偏 依旧是往秦悠悠那边看 炎帝刹那间 只觉得心胆剧烈 被这一道进风扫中 以秦悠悠的修为 只怕神仙都难救了 说是池内石块 本来拖着秦悠悠的旭光圣子 突然一甩手 将秦悠悠凌空抛出去 自己身子一歪就地翻滚 显显避过了这一道 进风的正面袭击 不过即便如此 两人被进风边缘擦到 还是不可避免受了伤 古神绝对没想到 自己的一击 竟然连两个蝼蚁一般的人类修炼者 都没有杀死 而炎帝与江儒炼两个食物 更是胆大包天的 对他实以突袭 他顿时暴跳如雷 长尾一卷 再次毫不留情 扫向秦悠悠与虚光圣子 江儒炼和炎帝 还未来地急替他们 刚才惊险地逃过一劫而高兴 马上就再次被惊得面无人色 他们刚才被震开老远 这一次就是想救也来不及了 千军一发之际 空中传来大嘴的呼和声 住手 大嘴闻香而至 从地宫进地 跟着古神跑到簇水山顶 正好见到古神 要对付秦悠悠和虚光圣子 他精具交集之中 不由自主嘴巴一张 呼的就喷出一道火线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射到古神甩出的肠尾之上 嘶的一声 古神被这一团烈焰烧得大声嘶鸣 尾巴一下子甩到了别的方向 虚光圣子与秦悠悠虚惊一场 再次逃过一劫 不过他们的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 秦悠悠想爬起身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不给其他人造成麻烦 但是先前被进风边缘刮过的背心 火辣辣的疼 他刚刚勉力支起上半身 就忍不住喉咙发甜 一口血喷了出来 悠悠 耳边仿佛听到小灰的尖叫声 然后一道灰影闪电般 自山边的乱石草丛中窜出来 扑到他面前 秦悠悠视线模糊 不过凭感觉也知道是小灰来了 心里害怕他受到那条恐怖的巨蟒所伤 虚弱道 小灰乖 这里危险 你快走 咳咳咳咳咳 一句话未说完 又是一口鲜血吐出来 小灰与他有认主契约 几乎马上察觉到 他的身体已经到了重伤垂危的程度 鲜红的血液映入他乌黑的小眼睛中 那一双眼 仿佛瞬间被鲜血染成通红一片 极端愤怒暴虐的情绪 如爆发的山红 冲破了他体内的某个劲值 他刚才远远看见 是那条可恶的大金蛇 一次又一次攻击他的悠悠 可恨 太可恨了 他要吃了这条该死的大金蛇 要吃了他 一定要吃了他 大嘴意外喷火将骨神烧伤 骨神这才发现 乱石堆里突然跳出来一个 身穿银黑软甲的小个子 他几乎不敢相信 自己是伤在这样一个家伙手下 大嘴穿着的那身银黑软甲 确实是一件异宝 彻底将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隔绝 就是骨神这样修为达到十八品的强大妖兽 一时也没看出来 大嘴其实也是妖兽 不过是化形为人而已 自觉被低等生物冒犯的骨神 暴怒不已 阳天长思一声 恨恨道 卑贱的凡人 小小伎俩你以为 我奈何你们不得 什么十八品五圣 在我天龙血统的神威之下 你们的所谓修为根本无用 全体血法给我定 他嘴上叫得凶狠 心里着实有些忌惮 大嘴放出来的奇怪火焰 那种火焰不但可以灼伤他的领甲 还带着让他打心里感到恐惧的气息 让他想起很多很多年前 他体内微弱的天龙血脉还未觉醒时 在妖界遭遇妖情围攻时 那种绝望无助的恐惧感觉 所以他想速战速决 只要他变强了 什么东西都不再需要害怕 他原本就打算用定身法 定住两个十八品五圣 好方便他进食 现在不过是消耗多一点真气 把定身术的范围扩大一点 他对自己的定身术非常刺心 这是来自妖界的法术 凡人认你修为再高 也只能乖乖被定住 认他鱼肉 事实上 炎帝、姜如炼、秦悠悠 以及旭光圣子四个 确实是瞬间被定住了 骨神张开血盆大嘴 向着离他比较近的炎帝要去 他几乎可以看到 自己化身成龙的那神圣的一刻 尊心的剧痛突然自下额传来 一股大力由下而上 猛烈撞击上来 把骨神巨大的脑袋 顶得往上倒扬 他的下额错不及防 撞上上额 疼得他惨哼一声 好一阵子回不过神来 他还没搞清楚 是什么东西撞他的 一股灼烫疼痛的感觉自颈尖蔓延开来 又是那个卑贱矮小的人类放火烧他 可是这究竟是什么火呢 半空中传来嘎嘎的怪叫声 伴随着一阵阵不知道是吐气 还是吐痰的喷气声 为什么他定神法术范围内 会有东西可以在天上扑腾 还发出声响 还可以突然撞击他 骨神大祸不解 而且惊讶非常 他熬过一阵眩晕定睛 你一看 原本那个瘦小的 穿着银黑软甲的人类 已经不见了 地上只于一件空荡荡堆叠成团的软甲 天空中却多了一只黑色鸟儿 正一边在他脑袋上空盘旋 一边向他吐口水 身前那个年轻的十八瓶五圣 也不见了 一道红影驮着那人跑到远处放下 一回身又以奇快的速度 向他狂奔而来 那是一匹马 一匹通体血红的马 看清这一只鸟一匹马的同时 骨神也明白 为什么自己的法术会失效了 因为这两只灵兽的身上 同样有着上古神兽的血脉 甚至比他的还要浓郁得多 古神论级别 其实依然只是十八级妖兽 他之所以不把炎帝与江儒炼 两个同样十八品的人类舞者放在心上 是因为他拥有天龙的血脉 虽然他现在还算是凡界妖兽 但可以凭借这点神兽血脉 在凡界施展法术 更可以拥有比凡界圣物坚韧强健的多的躯体 他的法术与超强抗击打能力 完全依赖他体内的天龙血脉 所有凡界的武功真气 用到他身上都是会被反弹回去 而他则毫发无损 这就是他肆无忌惮 敢同时算计两个人类十八品五胜的原因 只是他千算万算 没算到凡界竟然会有神兽血脉 比他更浓郁精纯的妖兽 他们的血脉之力 比他的更要强大得多 所以完全无惧他的法术 而且其中那只该死的黑鸟 拥有的是吼的血脉 真正的上古神兽吼 不但能飞还会喷火 凶猛异常 以龙为食 尤其爱吃龙脑 古神总算明白 自己对刚才灼伤他的火焰的恐惧 源自何方了 他竟然在凡界遇上了龙族的天敌克星 古神紧张地盘起身体 也顾不上什么十八品五胜了 哆嗦着 准备找机会一头钻回地宫里躲起来 但是不对呀 古神突然想到 如果这只游吼血脉的妖禽 真那么厉害 连续喷上十道八道真火 他不死也得重伤了 可是看着半空中 大嘴不断试图吐出什么 却什么都吐不出来的怪模怪样 古神恍然大悟了 我呸 一只修为刚刚到达十品的妖禽 根本没能力控制属于吼的强大血脉 他刚才两次喷火 不过是误打误撞罢了 老天可真是太不公平了 凡界一只该死的妖禽身上 竟然也有这么浓厚的神兽血脉 他却只得吸薄的一点点 花了几千年的时间 才温养激发出天龙的血脉之力 古神被大嘴的血统吓了一跳 竟然忘了正在向他冲过来的祝云飞 等他想起来时 祝云飞已经跑到他眼前 又重又狠地以身体作为武器 撞到了他身上 祝云飞的力量 大的根本不似普通的十一级妖兽 竟把盘着身子的古神 撞得东倒西歪 是麒麟 这只该死的红马身上 流着上古神兽麒麟的血 古神又记又恨 登时怒发如狂 张开血盆大口 就让祝云飞身上咬去 祝云飞其实也不好受 他的实力比古神差太远 如果不是体内的麒麟血脉 让他拥有比一般同级妖兽 强大太多的实力与体魄 他主动撞上古神 根本就是自寻死路 他的血统比古神的纯粹 其中蕴含的神兽之力 对古神颇有影响 他可以靠神兽之力 反弹凡界一切力量与修为的攻击 但是当遇上血统比他精纯的妖兽 这点优势便荡然无存了 祝云飞看着 向自己咬来的那一张血盆大口 刺云一踏闪了开去 还未站定就被古神的肠尾一抽 打得横飞出去 重重落在远处的碎石堆中 古神正在乘胜追击 半空中的大嘴一急 鬼使尘拆的又吐出一道烈焰 这下出奇不意 不过吃过大亏的古神反应也不慢 脑袋一缩就躲了开去 只是头顶刚刚生出来的其中一只未成形的肉脚被烧了一下 疼得他又是呲的一声惨叫 古神满以为今日十拿九吻可以吃下两个十八瓶五圣晋级的 绝对没料到会横里杀出两个成咬金来 现在补品还没吃着 就被大嘴烧伤了三处 他这几千年来在奉神教地宫默默修炼 都快忘记受伤是什么滋味了 他必须先把这两只该死的妖兽解决了 大嘴与祝云飞身上的神兽血脉质量 要比古神好太多了 偏偏他们的修为太低 一个是十品 一个是十一品 不过初踏圣尊境界 如果再高几级 要对付古神未必不行 可现在却很是勉强 大嘴身上的封印没有完全解开 十灵十不灵的真火都无法控制 不过对古神而言 这也很苦恼 他无法知道大嘴下一口吐的是口水还是真火 如果都一样防备的话 这一架也很难打 祝云飞挣扎着从碎石堆里跳起身 他挨了古神这一下 受的伤比古神重 但是他硬是忍住了一声不吭 准备再次向古神发起进攻 他知道靠自己和大嘴 就算如何拼命也斗不过古神 但是主人就在附近 秦悠悠与小灰都在 就他一个没办法同时带上他们逃跑 那就只能拼了 而这时脑海中传来炎帝的意念 带着悠悠和小灰走 不 祝云飞用力摇头 第一次坚决拒绝主人的命令 他走了 主人就要被这条丑怪的大金蛇吃掉了 古神的目标是我 他的修为比你高太多 速度必定比你快 你带着我 也走不掉的 炎帝看到大嘴与祝云飞对战古神的情形 对这一场大战的结果心中有数 看到秦悠悠被打倒在地 那一刻他真切感觉到什么叫心胆剧烈 他知道秦悠悠受了重伤 再不救治可能就有性命之忧 如果两人只能够活下来一个 他希望能够活下去的是秦悠悠 但是祝云飞拒不合作 我不走 祝云飞的性子从来倔强固执 在他心中秦悠悠虽然也很重要 但是要他扔下主人逃命 他也不干 体内麒麟血脉带给他的不只是实力天赋 还有属于神兽的骄傲与勇憾 他可以战死 但绝对不会逃跑 炎帝心急如焚 但是祝云飞已经不管不顾再次撞向古神 古神怒急 故意不闪不闭 等祝云飞撞上他的腰身 便马上卷起身体 试图缠断他的筋骨 将他活活绞死 古神的速度确实比祝云飞快 刚才两次被他撞到 全因为出其不意与他走神所知 一旦全力发动 祝云飞想躲也躲不过 古神缠住祝云飞 灯食大喜过望 用力收紧身子 就想先收拾了他再说 大嘴连吐了几口口水 硬是没吐出几点火星来 再见祝云飞被他缠住 终于忍不住一阵翅膀 飞上去要啄古神的眼睛 古神的身体缠住 祝云飞挪动不便 只能在小范围摆动脑袋 竟也被大嘴搞得一阵忙乱 祝云飞身上的骨骼 在古神的缠角中 发出一阵阵咯咯的声响 仿佛下一刻就要被折断碎裂 剧痛从被缠住的地方 源源不断传来 他觉得呼吸越来越困难 令人绝望的痛楚中 祝云飞发狠一口咬向面前的 金色蛇身 他这一口下了死力 当场把古神咬得皮破血流 星田的血液流入他口中的同时 祝云飞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 你想吃我的主人是不是 我就吸干你的血 以古神的身形 要吸干他的血 估计得有小灰的惊人度量才行 但是祝云飞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全身动弹不得 就只剩一张嘴 还有攻击能力 当下便狠狠吸气 大口大口吞咽古神的血液 古神要对付大嘴 又要对付朱云飞正是心浮气躁的时候 换了别的十一级妖兽 早就被他的身体搅成一堆烂肉了 但是这只该死的红马 仗着强悍的血统 不但没死还咬伤了他 简直岂有此理 更该死的是 这只红马还吸他的血 古神气得咬牙切齿 闭起双眼 一口向朱云飞的脑袋咬去 有眼皮阻挡 他也不怕被大嘴啄两下 大嘴发现他的意图 惊得差点把心肝都吐了出来 时灵时不灵的真火 再次在关键时刻 灵了那么一下 呲的一声 古神没料到 自己竟会这么倒霉 刚才大嘴至少吐了几十口口水 也没见他吐出火来 这一次偏偏就吐出来了 火焰整整喷在他紧闭的幼眼上 纵使他事先已经将真气 凝聚在双眼皮上 防范大嘴的灼咬 也抵挡不住天敌吼的真火 那正正是他体内天龙血脉的克星 他的幼眼当场被烧出一个黑洞来 虽然他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也要一口咬死朱云飞 但是在这样足以让他疯狂的剧痛面前 他还是忍不住扬起脑袋 大声惨嚎 古神的鲜血源源不绝涌入朱云飞腹中 仿佛一团烈火在他体内燃烧起来 他的身体依然很疼 但是神志却越发清明 古神体内的天龙血脉 激发了朱云飞的麒麟血脉 吸得越多他便越精神 那种兴奋的感觉 将他的痛觉都掩盖了大半 古神缠绕着朱云飞 在地上疼得打滚 好不容易抑制住剧痛 却感觉身体越来越虚弱 全身血液竟仿佛受到了什么吸引一般 往朱云飞咬出的伤口涌动 更可怕的是 他体内的天龙血脉 正以快得惊人的速度 迅速衰减流失 古神大惊失色 他的天龙血脉 他花了几千年才激发的天龙血脉呀 神兽的血脉很容易互相融合 尤其当其中一方的血脉 更纯粹浓郁的时候 吸收融合的速度就会更快 论血统 古神比朱云飞差了一大截呢 古神真的怕了 他宁可被大嘴啄瞎双目 也不愿意自己辛苦得来 好不容易才有所成就的天龙血脉 毁于一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